《二十五香港商報》,網絡欺凌甚於焚身 2015年7月10日香港評論A02熱門話題融融台灣曾爆燒傷了一宗狂歡的年輕人 也再度燒傷了八仙嶺山火幸存者張潤衡 事源作為香港卓商護助會副主席的他親父台灣協助商者 引起造鬚的質疑,有人甚至舊時重提 認為多年前的八仙嶺山火是由他吸煙引起 事件發酵多日,最後已將潤衡持任香港卓商護助會副主席告中 對於他來說,可以說相當於再一次被燒傷 難怪他一度僅逆,網絡欺凌破壞形象事件發展的脈絡 與一般的網絡欺凌事件差不多 先是就眼前事件指責當事人,繼而一呼百應,形成氣勢 然後有人掘出更多與當事人有關的救事 加以炮轟,迫得當事人粉身碎骨 網絡時分享,討論的場所 對於事件提出自己的看法,並發生爭論 是很平常的事,張潤衡在臉書上發表探訪 網曾爆傷者的訊息後,有人提出,在治療初期不宜打擾傷者 並擔心傷者看到張潤衡燒傷的臉容時或會聯想到自己而接受不了 這種擔憂本來也算合理,在網上把自己的觀點說出來 作詩善意的提醒,可說是好事,但網絡上的事往往不會 這麼正面地發展下去,一往懷處想,就引起一些人猜到張潤衡的動機 有人於事說他消費白仙嶺山火行存者的身份 顧名釣魚,謀取私利,又有神者,有人更開始揭霜吧 把白仙嶺起火的罪集歸咎到張潤衡身上 張潤衡的形象是從一個逆境求存的極出青年,代落為不堪的壞分子 萬箭穿心,至今,一些有心人翻查舊新聞乃至法庭報告 都不能證明張潤衡是白仙嶺山火的肇事者 張潤衡也已否認了這個說法,不過,一些人對此就是抱持懷疑態度 在大家硬因張潤衡在山火後備受呵護,得到各方鼓勵 終於有所成就,到了惹人眼紅的地步 於是就有人說他消費白仙嶺山火行存者的身份 一旦在幫助別人事方法上有什麼令人質疑之處,就連動機都遭人懷疑 這時來一不抹黑,為他安上八仙嶺山火肇事者的罪名,就重重地打擊了他 不必以道德審視在人者事實上,山火事不是由他吸煙引起 都與他是否成心關懷曾爆傷者無關 只不過,這時救世重提,卻有破壞形象的作用 其實,也可以說,張潤衡行存者的身份的確對他的事業有幫助 他經歷山火,面對疫境,更能體會人生的艱辛 因而能以自身經歷輔導遭遇不幸的人,顯得具有說服力 他以此為事業,也是順理成章 這正證明上帝關了一線門的同時,會為人打開另一線窗戶 有危就有機,有不幸就有祝福 張潤衡合合懂得把握者寫機會和祝福,取得了今天的成就 如果人們堅持以道德的高度審視張潤衡在幫助人之際是否普其軒 h 的誠心,那是沒有什麼結果,也沒有什麼意義的 重要的是他是否真的為受作者帶來幫助 從他過往的表現來說,他在工作上應是做得不錯的 他的經歷可說是個例子的故事 然而,現時的網絡不是例子的地方 污名化和惡意欺凌才是常態,網絡缺乏正面的力量 成為謠言和惡意中傷的雜山地,對一些人造成傷害和滋擾 這是大家都不樂意見到的,青少年經常常網 如果習慣了網絡上的一些思維和行為模式,思想傾向負面 偏激,就更令人擔憂,誠言,網絡欺凌甚於焚身 這次對張潤行來說肯定是一次傷害 然而,我們也不忘一門硬閉有兩面,希望他堅強面對 由此對己對人有更多的誠思,產生更多正能量 日後必然派上用場,融融 請問這是單索,融融 請回答 在這裡,高評價總結,建讀 而Pro決性的是雜山地,代替